多士西區昨天清晨7點鐘左右 一輛旅遊巴士在駛Avion Road的時候 巴士瞬間失控,撞向一條高架橋的橋等 巴士上當時並未有乘客 肖市旅遊巴士機在意外中感受了輕傷 但問題來了 由於有一本車身產入高架橋底下的空位 消防員花了好幾個小時 才運出一張旅遊巴拉出來的方法 再經過幾小時的努力之後 才由一輛拖車慢慢將旅遊巴拖出來 警方已經知會師傅工程人員 檢查被撞的高架橋建築結構有否受到損位